HELLO 大家好,今天會打一打白銀山的RED 上次很快手扔了我落山,這次找來兩個戰友一起打,想不到可以三打 一入場就看到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莫過於比加超站在最左而我站在最右的地龍 但不要緊,我們身上依然有18個精靈球,足以可以用精靈球扔死他 首先一開始我觀察了我方的隊友用甚麼技能打哪隻怪 看到他們全部都集火在噴火龍,我都用龍爪去找他 而我這裡專屬技能,不對,應該是說最高攻擊技能地震是用不到的 因為對面兩隻都是飛行,所以我這裡用地震是沒用的 當我用完龍爪之後,大比料就用勇料將我方的劍子組收走了 而噴火龍亦都被三頭龍的龍屬技能收走了 現在的局面就是對方死了一隻精靈,我方死了兩隻精靈 但這些都是小問題 我方派出了阿布梢魯色鬼和火鳥,而對方有這個貝貝龍 其實也是挺麻煩的,因為還未是一個時候開地震 我看到我左邊的火鳥可能是用地龍,所以用了一些飛行系 但可惜對面都有飛行,我不敢冒煙 我這個時候開地震,不如用龍爪爪大比料更好 這一彎隊友選擇打比加超,我可以去打大比料,看看能不能打死他 誰知道打不死,那些防禦真的很厲害 那些防禦 阿布梢魯就被大比料一發就秒走了 而火鳥亦都被貝貝龍一發的水炮射爆了 比加超因為用了這個真氣拳,所以沒辦法使用,因為對方精靈死了 OK 我方派出了雷弓再加色違的差字幅上場 這個時候看回雙方局面,其實都是我方速度的精靈比較優勢 因為我方都比較偏向快,但level差距可能有點大 這個時候我方雷弓竟然換了沼王上場 看來是打算握握對面一彎的雷技,看看能不能成功握到對面 好 好可惜沒有握到,比加超繼續用雷技帶到叉子幅身上 而背部亦都用水炮奔落地龍,即是聯防沒辦法成功握到電腦 但不要緊,我亦都在地龍最後一口氣死之前就用了這個 也不要緊,在地龍最後一口氣我就用了這招的龍爪,爪到大肥鳥身上 現在我方派出了另一隻地龍,我亦都派出了我作劇之心的雷電魂 而對方就用這個水箭龜 在這個時候我就在衡量究竟放電磁波在哪裏 因為我是擁有先制的變化技能 好,電磁波成功能把背背龍 好,電磁波成功能把背背龍 然後大家都集火在背背龍身上 而背背龍亦都用一隻水炮收走 好,我看到我原來是用了這個開箭 打到背背龍身上 但因為我媽媽被災,所以沒辦法把他變成碎面狀 大家下一回頭 這時候我就派出了輸出手的寶石海星上場 亦都在衡量究竟用10萬縫大打哪隻好 看看哪隻比較有威脅性 其實當我評估過後,我想應該是背背龍比較有威脅性 因為有一些兵的技能,亦都看到地龍是用了地震 我希望這一下可以打得死 但很可惜,你看到雷的傷害非常低 所以地龍是不是都不可以成功收走呢? 沒錯 因為本身地龍的level比較低 所以打到背背龍身上又與歐痕一樣 即使我86,我打背背龍都是只有90多 好,對面派出的是奇異花 這個局勢其實都相當之好 因為對面都是比較偏向慢的精靈 如果速度快的話,起碼可以先手扣到少許血量 就看看這一下可不可以成功打贏他們 當我看到兩個隊友都用了技能打到左手 我一定要把雷姬放在背背龍身上 以免他有任何兵技能把地龍收走 不幸的是奇異花用了草技打死了沼王 而車理龜,水戰龜也用滾水打死了寶石海星 我身上的精靈已經不多,只剩下最後三隻 但我有一隻草在身 面對這個水戰龜是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因為我可以用草位克制著他 那隊友已經很輕鬆地選了技能 地龍繼續用地震,震撼奇異花都合理 因為地震就是地龍最高傷的技能 對面水戰龜用了滾水 竟然可以成功把我方的我的斗粒菇燒傷 而這個燒傷亦造成了涉崩 總之炸彈扣到好少的傷害 但不要緊,因為勝負二分 地龍再次使用地震 而對方奇異花用了毒彈炸到急凍鳥 而這個水戰龜也成功打死了我的斗粒菇 這時候究竟有怎樣處理呢? 在這個時候我便排出最終的王牌,李如龍上場 因為我知道一開始比加超終於死亡了 我這個李如龍作為最終武器便可以出場 在這個時候便可以宣告結束這個遊戲 可以說是結束這個回合 我方便集火了這些技能在左手邊這個奇異花身上 而我便慢慢用惡技慢慢打死他 最後我猜不到地龍竟然有這個毒手 看來因為怕地震會震死這個雷弓 所以用了這個毒手 中間的雷弓被這個水戰龜應該打死了 所以換上尾南 但不要緊 這回合已經是最終的一回合 如果正常發揮的話 因為只剩下水戰龜在場上 最後補多個咬碎 就完成了 打贏了這個白銀山的Red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就完成了